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 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虎包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又爆大雷了 这个视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只 爆的渣都不剩的一家中国公司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可以讲是天雷滚滚 爆雷成了中国企业的家常便饭 我们都习惯了 甚至说 你现在告诉我贵州茅台爆雷了 我都觉得挺正常的 我也能接受啊 是不是啊 你说这贵州茅台 卖酒卖的好好的 你卖什么冰淇淋呢 是不是酒卖的不行了 是不是酒不赚钱了 是不是有问题呀 无端端搞什么冰淇淋呢 就像当年你说这乐视 啊 这贾跃田那个搞搞得好好的吗 为什么搞搞个电动车啊 是不是啊 嘿嘿 你要说起来这 每个公司都有可能爆雷 但是啊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企业还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呢 这个公司啊 它是个特别单纯的一个企业 单纯到什么呢 人类历史 有人类历史一天 那几乎就有这种经济的业态 嘿嘿嘿 所以这个公司啊又是几大特征 一个很久没有见过 爆雷爆得这么彻底 第二个 爆雷爆得这么难看 爆得满满的恶意 那可以讲是 什么都哎 干得出来啊 那也很久没有见过了 而且就这样一家业务特别单纯的公司 没肉鲜啊 干嘛的 卖菜的呀 你说卖菜多单纯的一个业务呢 啊 居然爆雷爆成这样 哎 我觉得值得我们深思啊 深思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有多彻底有多难看啊 啊 首先是现在股价啊 它已经从十多块上市跌到多少 一毛二 再给它跌个一毛一 它它就剩下一分钱 就就没得跌了啊 就就完全退次了啊 而且这家公司 它不是说什么房地产啊 对吧 哎 最近这几年 你什么都报了 房地产 你报 做电动车都不知道报了多少了 方方面面 社会你可以讲 你挑出随便一个行业 那都可以爆雷的啊 但是这家企业真的是爆的 你看啊 我是服了啊 在这个假老板 假老板 我是是我 这个偶像啊 你无逼啊 这个假老板呢 自从这假老板润了之后啊 我都没有见过搞得这么漂亮 干得漂亮 我找不到词啊 真的 7月14号 你看他爆雷 什么时候爆呢 7月28号 爆雷之前 你看他干嘛 7月14号啊 每日揉鲜 与自身投资者关系页面 发布公告称 已与三西东徽集团 达成股权战略投资合作协议 根据该协议三西东徽集团啊 将对每日揉鲜 带来两亿元人民币的股权投资 也就是什么 爆雷之前强了 前两周 他在干嘛 他在释放利好 释放利好啊 据了解三西东徽集团啊 于2005年正式注册登记成立啊 业务范围涉及煤炭 有色金属 这个大型投资集团啊 16个子公司注册资本 19.72亿元 哎 牛逼啊 爆雷之前发利好 这个也算是很久没就试过了 你说拖拖拉拉的 像恒大呀 哎呦 我们那个搞个风险委员会啊 啊 就是做很多遮遮掩掩的动作有 但是爆雷之前 放利好 这是相当缺德 你释放个概念 你说人家假老板 对吧 哎 假总啊 整个电动车 整个什么 你释放一个概念也就算了 这个是个彻头彻尾的假消息 他找人签了一个说投资成功了 但是除了这个释放利好以外 他可能也是没有办法了 只能找人做台戏 啊 所以孩子 所以释放利好啊 所谓的有利好 所以我之前分析 为什么每一次反弹都是逃命机会 在一个很明显在衰退的经济体 以及企业里面 我们要对利好相当警惕 你看是不是 他无端端 你说他的垂垂老矣都快死了 就像中国的房地产 我们都知道明年开始 中国每年就少几千万人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再过个十年八年 你现在买个房 十年八年之后 中国少了几个亿的人口 再加上这个什么苗苗酸酸 是吧 搞起来 是吧 你说中国这个过个十年八年 少个几个亿 No problem 所以这个细胞子厉害啊 这个以前这个毛毛泽东啊 说哎呦 是先干他几千万捏捏手 是吧 哎呦 这个这个细胞子 实际上可能还要创造人类记录啊 超过毛泽东啊 你说这这两年就就这个动态清廉 你说干掉多少中国呀 哎真的 真的 比以前什么三年大饥荒 可能还多啊 你还别说啊 而且精准把老人家干掉 哎呦 这个斯巴达啊 这就是斯巴达社会嘛 这个这个淘汰掉 就是这个还有啊 我还有 我已经东扯一块 西扯一块啊 很难看啊 还有 你看 他面临啊 其实三月份以来 他就不断有拖欠供应商货款的消息传出 据一位今年五月份被裁员的美日楼仙员工啊 告诉界面新闻表示啊 原本定于六月底发放赔偿金 发放日期啊 被推迟至七月底 还有你看还有他干嘛啊 七月十九号北京每日楼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 看二十八号爆雷 十四号放利好啊 要相当警惕利好啊 你说这个就就像我说房地产什么警惕利好的出现 然后十九号啊 十四号给你来个利好 十九号就换人啊 联合创始人法人代表征兵啊 就卸任了啊 就换人了啊 换成那个不知道是谁啊 找人来背锅 然后哎呀 然后最精彩就是这里了 我也是服了啊 员工陆旅士告诉记者啊 七月十日是发工资的日子 公司为了稳住大家 说在融资 延迟到了七月二十八日发放工资 所以刚刚那个利好也有拖工资 一个一个作用 三重水尽 啊 七月二十七号晚上八点 公司通知因为空气质量问题要居家办公两天 在利用了这个疫情 大家比较习惯要居家办公 把人全叫回去了 七月二十八号突然用视频会议方式通知大家 全部人拉死得 会议只用了二十分钟时间 不让提问 要强制结束会议 接着把公司的所有的账号注销了啊 什么什么开会的啊 这个什么微信群的全部全部解散 全部就地 OK啊 所以牛逼啊 我真的是过中国就过去这几年爆雷 我们见多了 爆成这个这个吃相 你也讲难看也好 或者说 爆的这么彻底的真的不多见啊 先是给你来个利好啊 然后忽悠一下你 然后再把老板换人换完人 你看就几天吗 公司就让你回家啊 回回家 然后然后正正式开会 OK啊 全部结束啊 全部结束啊 现在通知 哎呦 欠很多钱 多得不得了 一个是供应商啊 嗯 每日楼仙就是他他买菜回来 然后再分销嘛 其实上他是个零售零售商啊 零售蔬菜啊 共有72名供应商填写了 供欠款金额 总欠款超过六千五百九十四万元 其中最大的一笔啊 达到四百零一万元 其中涉及大量的是什么业务啊 有有些说是上海那个保供 保供啊 所以你看啊 保供卖菜的倒了 这个是这个买菜的也穷的 也穷的发疯了 一场疫情下来 全没钱了 就这个道理是不是有点像之前房地产 卖卖地的也没钱了 政府没钱了 开发商也没钱了 中介也没钱了 买房的也亏了 哎 钱到哪里去的呢 嘿嘿 钱到哪里去的呢 啊 然后啊 就通知由于投资款没有到账 你看员工也欠 绝大部分员工工资会暂缓发放 暂缓啊 暂缓啊 也可能会寻找其他变现途径 此外大部分人工作 截至7月28号7月份社保公司承担 8月份开始需要员工治理 公积金和社保扯淡 员工全部前三啊 去到就保安告诉你保安是最知情的 原来我我去啊 今天我们上班最后一天呢 保安阿强告诉财经记者 就在一个月前啊 新请回来的保安啊 外包员工 哎 本来在这个北京最繁华的旺津啊 然后搬到了顺义博润科技园 嘿 这里离机场只有两公里 哎 如果创始人要跑路 只需要最快20分钟 哎呀 你看都安排好了 连那个办公室都专门搬到机场旁边 你说绝不绝 真的是太绝了 哎呦 绝就是一个字绝啊 近日每日楼先关闭了北京上海天津一线城市 啊 这个爆雷引爆点的呢 就是28号他公布关闭了他的前置舱 什么叫前置舱就在每个城市他有个前置舱 京东也是这样啊 呃 特别是一些量比较大的产品 你会你会发现他来的很快 因为他有前置舱嘛 呃 比如手机啊 啊 什么数据线啊 这这些很快的 离一下单 然后他是在当地的舱给你发啊 所以之前的实现30分钟一线城市到达啊 他前置舱 快送关闭啊 快送关闭 其实生鲜就就没有市场 因为不像那那你比如卖手机什么的 你你这个卖菜 如果你不是很快到达 其实没有没有用 然后每日优先员工在默默上爆料啊 呃 优先没没在规定时间补交公司 并且登陆不上飞书和VPN后台 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有VPN后台啊 面临整体解散的风险 来到办公室已经有人搬沙发了 已经有人搬东西走了 留下两名保安 办公室高峰期有2000人 然后还有一个一份就是 北京润和新泰洋投资有限公司的一个 解除租赁合同的通知函 你看估计租赁方也是提前知道的 就员工不知道 呃 每日优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啊 贵公司成 成租我 我单位一成103房房啊 呃房屋呃厂地上锁人去楼空未正常经营 呃得知基金链断裂员工大量离职面临解散风险 所以贵师还拖欠电费多少 一万两千两百四十三元 就开空调都开了一万多块啊 可能一个月啊 是吧 所以现在勒令你补习啊 解除额同啊 把房子收回来 现在一万多电费 不知道什么概念 也不知道他这房子有多大 如果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办公楼啊 一万多的电费 可能也欠了几个月的电费了 所以什么都欠电费欠 员工公司欠 供应商货款欠 最后我想说 这个公司倒闭 那意味着中国经济真是到头了 特别是互联网这一块 你看 之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盈利模式 不明显的公司爆雷 比如是共享单车 比如是共享电源 这些公司的盈利模式 并不是特别的看得出来啊 你说他们爆雷 我们是理解的 但是按理来讲 每日肉鲜的盈利模式是比较透明的 也是一个 我说了几千年的一个行业 你说卖菜的吧 就是卖个菜 居然也爆雷了 现在里面余额啊 有网民说余额没有办法下单 根本买不了东西 已经不动了 整个公司 他居然能在一夜之间全爆雷 全停摆 我告诉你 每日肉鲜就是中国经济的未来 就是中国的未来 他是哑然而止的 他是突然之间 整个公司就停摆了 他来得很猛很快的 因为他不断在维稳 他不断在释放利好 但是里面其实烂到底了 所以一下子烂 你会措手不及 你会措不及防 他会突然间来临 比那个日本的 比如说日本 全世界都有 比那个地震来得还急 真的 所以像这种公司 你想想 而且他也不是前期 他已经上市了 你说他没上市 没成功上市 可能他是上市的 在美国拉斯达克已经上市 而且陆陆续续 腾讯 什么投资了一百多个亿 钱也够 上市也上市了 可见 背后的这些金主全停了 什么 很多公司背后金主是腾讯阿里 腾讯阿里也没钱 腾讯阿里的背后的老板 也没钱 不没钱 他不投了 比如孙正义 他不投中国公司 华尔街 他不投了 所以投资这一块 他找不到人投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就是像做这种业务的企业 居然也没办法周转资金 你说你亏也就算 但是你不可能亏的是渣都没有 你现在一万多块电费 你也拖欠 这个余额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余额 也不少 你想想 这毕竟是个上市大企业 你说余额里面是少也有个几千万 还有供货商也欠 员工也欠 那根本动不了 根本没法动 但是他会告诉你可防可控 到今天为止 仍然会有人相信他可防可控 这就是中国经济 这就是中国经济 出现如此恶劣 它不是一个新兴行业里面爆雷 它是一个非常传统 非常稳定的一个行业里面爆出来雷 那中国经济真是到头了 所以绕了一大圈 大家这个就明白了 而且爆的这么恶意 恶意满满 真的是不多见 可见 这个 玩不了了 不玩了 老板都润了 然后该润的也润了 该完蛋的也完蛋了 这个就 该来的很快就要来了 现在说到这里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的分享 拜拜 拜拜